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C罗都会现血 为患病的儿童送上自己的力量 只是他多年如抑郁始终坚持着动力 不仅如此 他每年还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呼吁人们加入到无常现血的行列中来 作为国族最受争议的门将 王大雷一直以来都活跃在球迷面前 大家对他包点不一 他在手门上还是有自己的特色和剑术 只是偶尔的走 身和冲动还是让他在球场上霸露不少缺点 但是 他在公众场合的活跃度可是相当的高 之前他因为帮助前队友出头发推晒出肌肉罩 想抨击那些说白斩击的人 刻板击不准又招来讨伐 他的纹身很多 这显示了他张扬的个性 纹身不见得是坏孩子 但为了现血和职业生涯 坚持不纹身 那绝对不是坏孩子 都是个人选择 没必要上纲上线 但有些人确实要学学C罗的职业素养合作人态度 他能这么受欢迎 可不单单是拿了五个金球奖 五座欧冠冠军 作为球迷 无权评价球员的选择 毕竟许多纹身的球员 他们也有了很高的成就 只希望我们国足球迷能看到一点希望